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基金会以前应当给人的钱必须得追缴 现在剩的一两百万美元必须拿出了无偿的分给别的慈善基金 而且他本人未来十年不可以再加入任何其他慈善基金会 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聊一聊美国的基金会传统 大家知道吗 在美国基金会的数量多如牛毛 据不完全统计有接近十万个这么多 什么人在搞基金会呢 大部分都是富豪 这甚至都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了 人家别的富豪都搞个基金会捐出钱来搞慈善 你说你作为一个大富豪你一毛不拔 你连个基金会都没有 你不搞慈善 那你就进不到别人的圈子中去 更关键的是 美国的形形色色的基金会 还有很强大的实际作用 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作用就是转移财产和免税的作用 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作为富豪 每年你可能收入上千万上亿美元 你这个钱可都是要交税的 可是如果你把其中相当一部分无偿的捐给某个基金会呢 你捐这一部分有可能就要免掉你的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富豪来讲 与其把税直接交给国家了 那还不如捐给慈善基金会 而且这个钱虽然名义上捐给了这个基金会 实际上很多富豪对于自己名下的基金会 是有着完全掌控权的 咱们就说特朗普基金会吧 它成立于1988年 谁是它的实际控制人呢 那当然是特朗普一家了 特朗普本人 他的大儿子小儿子大女儿 都是这个基金会的董事 也就是说 这个基金会名义上是一个被捐助出来的慈善基金会 要搞一些慈善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特朗普一家人完完全全能控制得住的 而美国检方这一次为什么要起诉这个基金会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们认为啊 基金会设立的目的 本身是要服务于美国老百姓 本身是要服务于慈善项目的 而这个基金会在滥用他的资金 在干一些不那么慈善的事情 甚至有的美国人都毫不留情的指出啊 这个特朗普基金会啊 简直就是特朗普一家的支票本 他们自己想干什么 自己不方便出面的时候 就让这个基金会花钱去干 他们都干了什么呢 据美国检方调查 这些年来 尤其是在几年前的竞选期间 基金会掏了很多钱 帮助特朗普竞选 甚至基金会还掏钱 买了很多特朗普的画像 挂在各种地方 也就是说 当年名义上是一个慈善基金 捐出来国家给你免税 让你干慈善事业的 而你获得了免税的优惠之后呢 这个钱没有真正用于慈善 而用于自己的生意和自己的选举了 所以美国检方说 你这样不行啊 你这么干 我就要起诉你 我就要勒令你把这个基金会解散 里面的钱你还不准拿回去 要分给别的真正行慈善的基金 而且我跟大家讲 不只是把自己的钱放进去 自己在乱花这么简单 在美国啊 基金会也是可以接受别人的捐款 所以啊 特朗普基金会也收到了很多别的富商的捐款 其中有一个最有争议的 是特朗普的一位好朋友 一个大富豪 一次性就捐了500万给这个基金 当然了 这个钱以后就给特朗普一家花了 而捐了这500万美元之后呢 当特朗普当上总统之后 特朗普任命这个人 成了美国政府中一个不级的高官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人花了500万美元捐给总统 总统赏了他一个不级高官 但是一点违法的地方都没有 这就是美国特色的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